啊啊啊啊 救救救 别废话了 快点跑 布林姐 我刚刚把你的车带出来了一辆 太好了 你快把它放出来 我继续压制大小怪 好样的你们 这次你立大功了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 我是为了研究这个车 怎么缩小才偷的 好家伙 你这也是小猫碰上死耗子 你们搞快点 我快没有死蛋了 这家车零换蛋可慢了 布林姐 我有一个问题 你会开车吗 什么啊 我有这么多车 我还有坦克 你觉得我不会开吗 好吧 我还真的不会开 完了完了 那裤子你会开车吗 为什么你会觉得 一个联邦的内政部长 会自己开车 那你们参加看 基金会的博士会不会开车 别说了 我明白了 炮 啊啊啊啊啊 哎呀哎呀 终于甩掉了 这玩意有什么情况啊 我刚刚观察了一下 他的血条 与其说是没有动 不如说是完全没有动呢 这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 这家伙怎么可以这么硬 我感觉应该是 他们调动了 特别多的异常能量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遇到的异常生物 全都是野兽类型的 其他那种能力 比较特殊的都没有遇到过 不是因为这种东西 改造起来比较简单吗 而且狗啊猴啊都好幸福 你说是吧裤子 是啊是啊 嗯 你干嘛又看猴的眼光看完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脚怪 可能是综合了 939和026的 异常能量改造的 我现在就想知道 怎么干掉它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 逃跑这么多次过 对了 你不是说布林姐 也有失去过记忆吗 你那个药丸还有吗 给它也来一颗 没有了 不过我的想法没错的话 我有别的办法 经过它的记忆 那还等什么 冲冲冲 放开我 你们不能这样对它 该死的 你们之前答应过 我不用它做实验的 好运啊 我怎么这么运啊 怎么样 有什么记起来的东西吗 完全没有 我少也记不起来 哦不 我好像做噩梦了 梦境我泡在水里 现在想一想 猫都竖起来了 等等 好像有哪里不对 等我一下 我去把收容室的939宰掉 拿个内单过来 啊 你去宰吗 行不行 收容室有销毁装置的 没问题 裤子啊 我好像梦里也听见你的声音了 哈哈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不要太迷恋本大爷 不是 我听见你再跟别人吵架 说什么实验什么的 啊 这 我回来了 古灵姐 你试试拿着这个 啊 我拿到手上它就不见了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 古灵姐吸收了异常能量